我们看念楼的读解 弥陀光明 光中极尊 古人说什么 光中极尊是射方诸佛如来对弥陀的赞叹 佛中之王 所以书生者盖音极清净苦 这一句话重要 修佛学生 清净平等 修 是有阶段性的 有情深差别 有情而生 我们今天修学第一步 修清净性 决定不能被污染 无际 身陷都是污染 根本污染 学佛的人一定要知道 身不是我 身是什么 身是我所有的 像衣服一样 衣服是我所有的 不是我 身是有生死的 我没有生死 我是常住的 学佛最大的利益了 那不时常住有生有灭的 就不要去重视它 那个不生不灭的灵性要重视 这个东西太重要了 这是真点 身被染污 无所谓 灵性不能被染污 灵性不生不灭 会能大事 见性 见到真正的我了 真正的我是什么样子 他第一句话说 本自清净 没有染污 所染污的是这个身体 所染污的是妄性 二类也是 八十五十一心 所有染污 真一心 没有染污 所以 妄性是可以放下的 马明菩萨在七心论上说 本性本具 本性是真性的 阿雷也的事情是不觉 不觉当然可以断掉 可以放下 本觉自然能够恢复 所以他说 本觉本有 不觉本无 不觉就是阿雷也 八十五十一心所 是阿雷也的 起的作用 全是不觉 那六道 那六道 里面的众生 都把阿雷也 看作是自己的心 那个有染污 有分别 有知足 自信 真心 没有分别 没有知足 没有期间等念 好 大